徐世荣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網友,又到許志然事實講座了 今天我特别接受一个中国诗文大佬 他在文副会做主任的 他是蒋经国先生的老师 他的名字叫做吴一贯 一贯之 这个夫子有没有可以一个字可以贯之 有 其四福 所以一贯 人之一贯是很好的 吴一贯先生呢 他的诗词非常棒 他有一次在中央日报呢 写这个蓝 用蓝 就是银这个蓝花 写了五首 我说这位老师真棒 后来呢 我在海外呢 寄给他 寄到他在文副会 我也是文副会一个朋友 一个会员 所以我旁这个关系呢 寄给他 我写了两首词 就是满江洪 满江洪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词里面 也是非常出名的 特别是又飞 写了满江洪以后 都是明满天下 我当时就借了两首 其中一首就这样子的 我先解释给大家听 肖恶江洪别有意 飞观落魄 飞观落魄 渡行至功名尘土 我说肖恶江洪 我当然是一个不一 没有士大夫那种有关会 或者是我是一个不一江洪 肖恶江洪 别有意 我自己呢 有我的意见 飞观落魄 不是落魄 才留来沦落江洪 飞观落魄 渡行至 我在江洪 肖恶江洪呢 因为我是独行 渡行至 我把我那个志愿 我是渡行的 一个渡行的 公民尘土 对于公民呢 像尘土一样 皆生如必 我能够把自己的身体 不沾染一般的成熟 如必 好像必如一样 我读的什么呢 渡进古今奇事录 我所感叹的 我所羡慕的 是什么呢 眼中极学万人敌 我想呢 都是像万人敌 这不是一般人的 我读的书呢 希望能够万人敌 论文章西走 以豪情 谁相似 假论文章 跟西走 豪情 这三种东西 谁相信 谁对我 能够心心相似呢 千秋叶 我们人生啊 期待的千秋叶 完其得 我当然希望 我能够 吉身而得 这种千秋叶 新王氏 新王氏 屁肤者 我们屁肤有者 仿故人封佛 何况啊 故人我们故乡 封佛 还有封佛 鸡鸡鸡鸣 有莫 还是不平静啊 那种封佛呢 还是冒出来的 木松聊天孤宴去 真寒梦翻扎上北 我们加拿大在这里啊 你在北一天呢 你看看天通的时候呢 在秋天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验证 从北到南去度假 有的时候 你要看到一个聊天孤宴 西群的孤宴群 有些行群呢 有些孤人群 整坛 梦翻扎上北 我随着这种孤宴也好 验证也好 翻到我们家乡的北边 问笔窗 问问老天啊 可以借分庸 你借不分庸 人头白了 我人头都白了 那这种一种 啊 感时 自己 相生的事情 所以呢 这种 像满江红一样的 有孤分 有这个激情 都在那边 我现在读一次 给大家听 笑傲江红别有意 非观落魄 度行至功名尘土 皆生如鼻 度尽古今奇事路 眼中几学万人敌 任文章西走以豪情啊 谁相惜 千秋眼 海奇德 新王氏 提夫者 方孤元封佛 激金尤茂 沐松聊天 孤宴去 整寒梦翻家山北 万笔窗 何以见蜂蜂 人头白 我这首词啊 寄给吴义冠先生 在台北 他回我一封信 他说 你这个续文呢 有白写 江白写的余风 那个词 有书生的味道 他是非常鼓励我们 年轻一辈的 后来我回去 我们常常变成一个非常好朋友 我在台北 曾经画展 他老人家 九十多岁 都来看我 在每一张都跟我聊天 告诉我 哪些 怎么样怎么样做 写书法也好 写画也好 我都得到 无功 无义冠 先生的指点 我终生感激他 对我的勉励 谢谢诸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